之前知道你只能保薩滿,那我跟著保Token薩 然後Syrender把盜賊給ban掉了 比較蠻意外的 那表示他覺得這個盜賊是可以打德魯伊跟薩滿的 怕了 可能應該是真的怕了 因為畢竟可能沒練過這對局 不太確定這個盜賊打德魯伊是不是開大的 沒想過有人真的帶 沒想過有人牧師可以不帶 那就看薛喜他的聖騎跟薩滿 要怎麼過,還有德魯伊看他考慮會不會上 因為以Syrender的帶牌來說 德魯伊他可能考慮不會上 因為是牧師跟任務薩 還有獵人可能就不上了 那就變成說看薛喜的聖騎要怎麼過 因為Syrender他 Syrender這邊德魯伊能上是只有打聖騎 所以Syrender是有可能可以上德魯伊 但是因為他的德魯伊是沒有帶74的 所以薛喜比較不需要那麼害怕藍龍德的斬殺 因為通常藍龍德七次丟下來 聖騎就很怕,不知道暫停要不要按 那Syrender這樣的話就變成說他要 他打這個對局就變成說他要複製月火術 等藍龍再一口氣四顆 他不帶夢境花,但是帶了大地 還有傑佩托 傑佩托抽到藍龍是例外嘛 那個不在你能防的範圍內 但如果打聖騎的話 其實理論上四顆月火應該是很難不夠 你場面還是有壓力在的 所以就看薛喜聖騎可能會稍微難過一點 那第一套就看能不能抓到 看有沒有機會雙方是薩滿內戰 那薛喜勝率就會比較高一點 喔果然是薩滿內戰 薛喜是比較高機率直接就會壓薩滿 只是Syrender這邊要用誰來擋 只是沒有想到真的也是用薩滿來扛 因為其實我今天中午打天梯 也有在這個對局遇到 在天梯遇到Syrender 剛好我也是玩Token薩 那我自己覺得 因為任務薩他真的蠻慢的 所以其實他 就算TC30可能偷完也輸了 很常變成這種情況 那Syrender他現在其實就在想 這個TC30要不要留 因為你留的話你就不會想準時下 但你又怕後面其實發揮到用數太低了 你只偷一隻對Token上來講說 沒有到很有威脅性 而且薛喜怎麼感覺剛睡飽 品惡力的 幹嘛幹嘛能不能專心打牌 要空過就過了 好像蠻明顯是剛睡醒 對啊 對啊 眼睛還紅紅的 像他這回合他其實可以選的 直接打兩隻衝刺衣 但是這樣的話下回合就完全沒事做 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 搶這個任務 但估計他已經走了TC30 我看他就沒有特別想好要 要拚這個任務 他已經要走結場那邊了 沒有要跟他拚的那邊 我自己是不覺得直接留TC有比較好啦 但他可能覺得說 對面很容易撲到四隻以上 我應該可以很容易發揮出這個用處 像比如說等一下如果薛喜進化的話 就可以直接偷了 嗯 那如果他是這樣想的話呢 這個狗頭人應該就不要丟暗圖屯比較好 或者說這個圖屯也不要接了 這樣TC很容易有分標 對 不過因為如果只扣TC的話 就變成說太明顯了 而且你把放著對方圖騰的話 734更容易下來 反而因為這樣子打的話 薛喜進就有點怕 硬幣這個436會直接被 幫重家黃蜂給解掉 這等於他翻了兩回合圖騰 你頭盆上來說 感覺是快輸了 這邊 可能要進突變才有機會 喔 進進化了 因為他剛剛打兔子的話 沒辦法加034再進化 這樣也可以 他想完全保住這個雷雲元素 下回再做發揮 不過好像感覺哪裡怪怪 感覺應該可以做更好的場面才對 我希望你喜歡我的創作 反而是SERENDER因為留著這個TC 害他現在有點 進度有點慢 他這回可以解完 不過還是解不掉雷雲元素 但是因為他想要下一回 就按TNG加TC30 所以 應該還是要把兩隻狗幫重打掉 或是他按TNG再緩一下 因為如果丟兩個幫重的話 很容易被雷雲元素伸出來的小火球給撞掉 這樣就顯得有點虧 而且還讓對手防到TC30 然後他選擇再緩 這樣可能比較好 因為 對手真的蠻難防到TC30的 鬼子combo 還不錯 一般般 沒到特別好 8費不太好 但其實8費現在體質都 有一些蠻雷的東西 866好像蠻常看到的 算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SERENDER就只能偷一隻過來 因為他剛剛沒有選擇去解任務 我估計是那個破法者 他是可以打一波大反場 就是TC加衝刺 再進化 這個帶著千年積木這個是 效果 是哪個部分隨機 還是他會睡著 不是睡著那隻 我記得不是 所以他是幹嘛的 那這樣是 充是這個65嗎 優勢交換解一個 這樣也可以 那這樣就看SERENDER的造化了 那理論上效果應該出來會很強 OK動 一瞬間又打回來了 這就是薩板內戰 這樣好像輸了 只能賣這個 他可以選擇411這樣解的光嗎 411先撞 這樣會有4顆嗎 對 然後再1再4顆 這樣解的光對不對 這樣解的光 只是這樣子 這回也沒抽到牌 解的光嗎 解的光嗎 解的掉老爸吧 解掉老爸就等於解光了 因為另外兩隻其實可以當中沒看到了 對 但怕就怕在這樣已經拖到任務SERD的回合了 對 解光了 這3C可以當作沒看到 這樣又防到DC 這樣還蠻好的 但是接下來可能就不好防了 只能祈禱嗜血術趕快來 能夠搶到一些血量 不過因為如果SERENDER這邊他打 吸血人加充斥解掉這個66的話 其實血洗好像快輸了 因為後繼有點無力了 這抽牌圖層 來得有點太晚了 因為前面按了兩回合圖層太傷了 就通常Token殺的2-3回合 應該是要丟邪惡圖層 或者是丟一些幫眾 通常是要給對方壓力的 或者是把武器來先結場 然後等下回的進化 不管怎麼樣 檯命應該要在自己這邊 應該說 對 不管怎麼樣按圖層應該都是很差的選擇 都是最後一手 就明明SERENDER是防守防 可是血洗打的比較防 卻會按兩個圖層 那這邊就是吸血人加了 好這個先緩一下 那剛剛都不解這個三師 這邊應該也不會想解 可能搶血量比較好 或者缺席他覺得 這三隻夠強了 我要鞏固這隻66 對喔 但我自己覺得再不搶血量 要輸了 會來不及 因為你的東西 不太可能比任務殺的多 加上 對面如果等一下笑抖了 你也 你也不可能再去解了 我感覺這個66應該是要提點的 因為現在缺席他的想法應該要是 我的場面很難再擴大了 我必須要等四血數來 搶到一波血量 壓圖騰吧 可以再等 對 因為SERENDER剛剛已經看到缺席去選擇換怪喔 他這邊可以選擇 甚至可以TC 他也想直接下 他想直接拿去解釋 他還有笑抖 所以 對 是沒關係的 這樣就是 綁定一下 或者要打笑抖 或者說他拿到法術幫中 你就可以等下再拿 那這樣缺席拿到進化突變的話 可能他有一點救 那這樣子要被偷到白頭了 不能不說沒有笑抖的話 其實這場面缺血還蠻有機會的 還蠻有機會的 那這邊就是笑抖龍直接偷一波大的 那這邊就是笑抖龍直接偷一波大的 也不夠 反而這邊還有一點血量壓力 電擊 這樣來不及 這樣一來一往 這個笑抖龍給的資源就太多了 嗯 其實如果缺席那個 節配拖T點的話 這邊四血好像傷害夠了 雖然我們是看到他沒抽到 但如果進四血的話 這邊四肢其實傷害夠 如果你假設那個66T點的話 要接嗎 他給我感覺他想接呢 可能不接不會贏喔 因為再換下去的話 他四血也沒檯面 因為再不保四血檯面的話 四血速就 抽到也沒用了 再把這些都解掉了 我看他拼命在燒頭 這個時候又選擇牆臉喔 四血速有嗎 哇 Selender這邊 選擇好像有點太多了 因為他可以把雷雲元素 黃蜂噴掉 然後再衝刺去解 這邊好像就 東西都打一打就好了 就是先看 先架 先架嘲諷也可以 先給衝刺也可以 他還想貪一個小老鼠去看喔 因為他其實是可以打 嘲諷幫中 然後黃蜂噴掉 再用黃蜂去衝刺喔 哇又拿到衝刺了 解完架盾 血量還是很安全 而且台面還在這邊 沒啥問題 解不光應該也沒問題 是血來了 哇沒辦法 前期節奏差太多了 不過血血也是很慢得到 不然其實Selender他前期手牌也沒有說很好 因為他留了一張TC 就注定他要往後打 不過可惜缺席的手牌也蠻慢的 兩張雷雲元素加 加上突變嘛 就變成說他也是要等combo來 他已經算有做到combo了 就是沒有搶到血量 如果有搶到血量 那有可能要逼 就變成Selender要再打防守一點 對 任務薩就不用打這麼奔放 有點可惜 中間都沒什麼壓力 就是你這樣做 這個台面算一下我絕對不會死 那他可以正常打就好 你正常翻天 其實現在薩滿是完全不用鳥你的 有點可惜 這樣就變成又少了一個快攻可以打的點 對 而且這樣的話 德魯伊也少了一個可以過的點 那這樣Selender應該不會 那Selender其實就 他就變成說他怕的東西變少了 反而你多了一個怕的目標 反而Selender的德魯伊這樣可能就可以出來了 我感覺可以上德魯伊 對阿 我在想上德魯伊就只怕這個token殺 但我覺得 我覺得能扛 就是如果以 而且以薛奇的視角 他可能會繼續上token殺 因為你如果上聖騎士 你是直接被抓嗎 對 那如果是德內戰 這個德打那個德 理論上 從以前他看的話都是 純任務那邊會開大一點 但是因為現在 任務的主其實比較小 因為為了塞坑恩 然後我記得薛奇是有帶TC-130的 所以會 他質量更小一點 反而有可能 因為你前期的東西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反而 變成有點五五開的感覺 感覺上德沒什麼問題 抓到聖騎士就直接過嘛 對 打這個薩滿我覺得沒有裂到 超級 超級裂的那一種 因為薛奇他只是放地底魔物的流派 不是海隽的 所以他其實根本不需要害怕 薛奇場面擴大太兇 對 也沒有風暴召喚也需要擔心 反而上牧師我覺得 上牧師肯定牧師沒毛病嘛 但是我自己在想 這德如意有可能有偷跑的機會 那Serender可能就真的可以考慮上一下藍龍德 因為在薛奇的視角來說 你剩下的德跟牧 理論上我上聖騎不太好 因為劣勢一個對局 甚至兩個 那我上薩滿的話 起碼還有一個一拚的機會 是 我是覺得牧師上比較不舒服 就是在Serender這邊 對 因為他其實也不想要打聖騎 而且他對到薩滿其實也開小 可是牧師算打 就是打德跟聖騎 應該是要能打而且能開的 對 因為其實聖騎打牧師就是一個 大家不太確定到底誰開大 對 不知道 他最後選擇桑牧師 我是最後在想的地方 就只有 可能牧師的劣勢待戰應該會少一點點 但大部分都是很模糊的5-5開 就是 每個人體感不同的那種優劣狀態 對 就變成說又有條件性的開大 對 但是他現在有北軍 所以可能他是開大的 對 他已經做到第一步了 是 先抽一張 天狐幾首 因為這隻大劍師的話就是 超過薩滿的上限了 就是閃電劍加武器解不掉的範圍 因為在上一個版本 其實這個薩滿就有類似的版本出來過 那時候其實薛喜有跟我 對練過這個對局過 翻個 翻個法傷 解掉 沒錯吧 翻個法傷了 拚了 這一回肯定是要打閃電劍的 當然就是翻天氣了吧 因為這邊你再不斷他的抽牌的話 可能會來不及 是你嗎 法傷 哇 還翻一個1 那搞不好變成他要去電這個 他要電大劍師然後去打北軍嗎 感覺到這樣 這樣才有機會等等都解掉 這樣如果等一下對手打苦痛的話 可以下 也可以再下一個抽牌圖能再頂一下 因為如果這邊SRENDER下的是脫尾的人的話 是可以蠻舒服的解掉 可以閃電劍加武器 這樣又斷了北軍抽牌 理論上來說這把武器是要蠻Counter牧師的 這樣也害SRENDER這邊他 沒辦法下苦痛 可能他太想要不要直接O-WIN這個大劍師 直接補一下撞掉咧 太爛嗎 就怕被解掉 這樣又怕被解掉 但如果是8D的話就完全不怕被解掉 好 他選擇要直接O-WIN 因為他覺得 等一下應該找不到更多機會 會讓這次大劍師血量更高 嗯 完全把大牌都抓到手上了 沈默也到了 可能就因為有沈默所以支持他 支持他這樣O-WIN 又進了一個北軍 太舒服了吧 那不如就沈默交在這法槽身上吧 斷了缺血的抽牌路線 或者說要留給地理魔物也可以 但理論上 對手地理魔物的話 只能翻天然技加地理魔物喔 沒有超載可以搭配 武器也砍不了 那只能 而且不丟嘲諷的話 再一張星火就死了 嗯 就是這邊你怎麼打的話 都只是 找死玩死的問題而已 看願不願意去 加快一下節奏 比如說直接下這個人員數去 賭對手後來跟你換 之類的 他選擇要直接丟進化了 看還有盾嗎 不會動 再變一個 喔 可以動了 我神人的手上畢竟摸著沈默 只要再進一個星火就死了 那沈默焦了吧 直接踢頭誰斬殺了 學習只剩下一張地理魔物可以再頂了 嗯 I wonder 那有 有要把他補滿嗎 還是血量是很安全的 理論上是要補滿的 但是他又會覺得說 還是我答問 反正這件大件事你也解不掉 嗯 那我乾脆撞掉再補滿也可以 只是這樣就沒有 下回合就沒有贏了 對 就還是要等 他的手牌其實是可以支撐他 打穩的 手上畢竟有一張王上帝 而且那隻二四其實動不了 選擇打穩 這邊也沒超載也沒有東西可以法術可以打二四也不能動 有一定要綁定要按一個天璣嗎 對 理論上按了也沒有用 那就是走這邊的路線好一點 你如果能夠再撇一次你就過了 就是還是要走一個會贏的路線 把打底坐牌 我覺得就補一下 繼續踢頭就好了 他其實不擠 他其實已經可以慢慢來了 所以那這邊還要 那這邊還可以回來解這個維斯納嗎 還是要解那個放動圖 解邪惡圖圖 已經知道上面 上回合是沒有下一個超載法術的 因為在兩回合前 薛琪就可以選擇打超載法術但沒有打 所以左邊理論上都不是法術 好酷喔 而且加上去的閃電劍只有帶一張 好 還是選擇先解掉 結果超短的來了 他解的好耶 解的真的好耶 因為他的場面已經強到說可以自陣他再往後打 唯一的變數就在剛剛 如果這邊攻擊力加上去 其實好像也解不掉這個 但是因為他有這個7嘛 所以其實可以往後打 反而是薩滿 這邊是不是要找一個法術才會贏 找一個大地陣擊嗎 大地陣擊當然是最好 或者如果找不到就只能找 或是冰霜陣擊也可以 先賭治療加個嘲諷 不是這個 圖騰之力也看起來不錯 那就要變成要賭 那送一個然後看能不能進化一個 變成要賭進化出嘲諷 進化那個比較爛的嗎 四飛跳五飛 黑霧森林Pico住 很像 這樣就說了 是什麼龍魚者嗎 倒地 門牧師上線開起來真的還是 還是快動的惡夢 因為是防不了的 因為如果他是下托尾人環的話 學習還可以打 是